第77章 众义气舍命报恩 寻击学冲天飞蛾 陆坤的这对冰刃很特殊 名字叫阴阳日月轮 这对冰刃长约二尺左右 纯刚制造 光滑夺目 冷气逼人 李圈是锯齿 可以锁拿对方的冰刃 两头有尖 中间是把手 形状奇特 因为右手轮上造着日头 左手轮上造着个月亮 故此名叫阴阳日月轮 同时 又因为日轮比月轮大上一圈 因此这对兵器还有个名字叫做子母日月轮 膳食古怪兵认者 一般来说都有些来头 这种东西不像刀枪剑戟那些常用兵器招数好练 这玩意儿要是练不好 没等打人 容易把自己伤到 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陆坤越打体力越差 越着急 越不是人家的对手 让两人给逼得低溜溜直转 陆坤一看 这样可不行 再这么打下去 非得落败不可 看来不用点绝活是不行了 想到这儿 就见陆坤双轮一合 腿下一转 手上的招式就变了 左手轮一领单熊达的眼神 右手轮直奔其头顶披下 单熊达眼睛牢牢地盯着对方 眼见轮到了 把铜棍往上一举 就去驾陆坤的日轮 不成想 陆坤的右手往回一收 把轮收了回来 左手的越轮搜的一声托了手 支 越轮转着圈 直奔扇熊达的脖梗飞去 扇熊达一看不好 赶紧缩脑袋躲闪 越轮紧贴着脑瓜皮就飞了过去 好玄没把脑瓜皮给骗下去 吓得扇熊达顿时就出了一身冷汗 还没等扇熊达反应过来 陆坤的右手轮又到了 扇熊达赶紧立棍相迎 哈 铜棍对钢轮 震得二人双手都有些发麻 各自往后倒退了一步 就在这功夫 扇熊达就听到背后恶风不晒 心说不好 赶紧往旁边闪身 不过等他听到动静时就已经晚了 身子这边刚一动就觉得后心一凉 低头再一看 从前胸上露出个白肩 整个身子都给扎透了 鲜血蹦出 哼都没哼出一声 当场就倒地而亡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陆坤刚才撒手甩出的越轮去切扇熊达的脑袋 这只是其一 只是用于迷惑对手的 这玩意儿飞出去后 虽说被扇熊达给躲开了 不过在空中飞着飞着 突然转了个弯又倒着飞了回来 不偏不正 刚好扎在扇熊达的后心上 一招要了扇熊达的命 这一招可是陆坤的压箱底的功夫 叫做日月倒转乾坤 背后下了多少年的功夫 一般人不了解的 根本就没办法闪躲 要不怎么说是绝活呢 扇熊达一死 净空爱忧大叫了一声 气得晃双刀一阵猛攻 恨不得一刀就把陆坤砍死在当场 就剩下净空和尚了 陆坤的压力也减轻不少 但是此时也累得够呛了 痘大的汗珠顺连往下直躺 胳膊腿像是惯了牵势的 就连抬起来都费劲 陆坤只好咬牙硬挺着 从扇熊达向上拔下月环 接着会斗净空 双轮对双刀又打了不下三十回合 结果仍然不分输赢 净空和尚满以为三招两拭就把陆坤给打发了 费不了多少力气就能取胜 谁知恰得起反 不但胜不了人家 反而招招被动 形势极为不利 眨眼间 兄弟也死了 自己打了半天了 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心里也有些着急了 偷眼打量陆坤 虽说气喘吁吁 可是招数稳健 快而不乱 柔中带刚 鱼龙变化 神鬼难测 那对轮子好似闪光的流星 围着自己上下转动 稍有尸神就有性命之忧 净空和尚暗中赞叹 罢了 罢了 我也别和他讲什么道义了 干脆一起上得了 想到这儿 净空和尚冲着身后的那些小和尚就喊 赶紧抄家伙 一起上 后面的那十几个小和尚一听 赶紧个抄刀剑就要往上冲 陆坤一看 心说不妙 这些人真要是围上来 双拳难敌四手 自己肯定要吃亏 想到这 把牙一咬 心说 是死是活 看来我得再拼一回了 必须以快取胜 速战速决 就见陆坤刷得一转身 使了个魁星点状元 右手轮奔着净空的耿嗓刺去 净空用右手刀往外一拨 就听见枪狼一声 日月轮的锯齿便把单刀给咬住了 两剑冰刃卡在一起 净空用力往下一压 陆坤的身子随着往前一倾 净空眼睛一亮 心说 哎哟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 真天助我也 他把左手刀往前一推 明晃晃的刀刃直奔陆坤的脖子 嘴里还喊着 姓陆的 你在这儿吧 他就忘了 陆坤还闲着一只轮呢 陆坤眼瞅着刀过来了 身子略往旁边一闪 就把肩膀给露了出来 同时另一只轮奔着净空的前胸就扎了下去 这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净空合上一剑 想收招也来不及了 闭着眼睛 把刀使劲往前推 这一刀正好砍在陆坤的肩膀上 硬砍进去有二寸多身 当时陆坤就感觉半边身子都不听使唤了 几乎就在同时 陆坤的轮子也到了 三寸长的钢尖都扎进了净空的胸膛里 那人还有好吗 净空大叫一声 双手撒刀 身子往后一仰 死尸栽倒在地 那些小和尚一看 当家的都死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愣在当场 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陆坤手握双轮 仰头大笑 冲着这些小和尚喝道 呆 你们想走 我不为难你们 要是不知死活 想和我伸手 休怪我手下无情 这帮小和尚一看 当家的都死了 还找个什么劲呢 也不用商量 一个个转头就跑 眨眼间就跑没影了 陆坤也是强子支撑 这帮小和尚刚走 就感觉眼前发黑 知道不妙 赶紧掏出刀伤要撒在伤口上 可是伤口实在是太深了 血根本就没办法止住陆坤从身上撕下一块布 咬着牙把伤口勒上 然后亮亮呛呛地走到净空身边 伸手在其怀里摸了摸 掏出一只小瓷瓶 把开塞子闻了闻 一股子清凉味 知道这就是解药 赶紧走到后面的车上 掀开帘子往里一看 魏宝山三人被捆得紧紧的 双目紧闭 不行人事 陆坤把解药凑到三人鼻孔前 让三个人闻了闻 功夫不大 三个人都打了一个喷嚏 终于恢复了知觉 陆坤大喜 赶紧用刀把三人身上的绳子挑开 用手推了推魏宝山和马伯通 恩公 恩公请醒醒 魏宝山慢慢地睁开眼睛 见眼前之人浑身是血 吓了一跳 啊了一声 赶紧问道 你 你是什么人 恩公 你不认识我了吗 四年前 赫图阿拉城 我落了难 街头卖艺 是你们给我银子还了债 我姓陆 叫陆坤 哦 魏宝山这回想起来了 仔细一看果然是他 赶紧翻身坐了起来 一看陆坤浑身是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赶紧问他 陆大哥怎么回事 你受伤了 陆坤笑了笑 还没等说话 身子一软 昏死过去了 马伯通和侯俊随后醒了过来 魏宝山把眼前之事简明地说了说 大伙赶紧从车上跳下来 把陆坤抬到车上 把缠在肩膀上不调解开后一看 伤口上的肉都翻翻着 都露出白花花的骨头了 都是直皱眉头 血都快流干了 性命危在旦夕 事不宜迟 简单处置一番后 马伯通赶紧赶车直奔镇上 没想到还没到地方 陆坤就咽了气 魏宝山和马伯通看着陆坤的尸体 心里一阵难受 当初萍水相逢 自己只是进了举手之牢 结果人家的魏报恩竟然把命都搭上了 实在是有些愧疚 最后 马伯通抹了把眼泪 冲着魏宝山道 宝山 人死不能复生 也别太难过了 就近找出风水好的地方 把他葬了吧 让他在下面别遭罪 多享享福吧 魏宝山点了点头 抹干眼泪 抬头四下看了看 这才发现这里的环境很陌生 一时都分不清是哪了 马伯通左右看了看 笑着冲魏宝山道 宝山 不用看了 这里肯定是东京地界 还记得那个小和尚说的话不 嗯 我好像记着他说什么洛军师 还有沙虎镇 说什么情赏 嗯 宝山 你说拿咱们去情赏 谁会这么恨咱们 师叔 你是说明廷 我估计是 要说把咱们几个送进官里 我觉得不靠谱 从他们行进的路线来看 墓地似乎和我们一样 都是东京城 你说那个洛军师会不会就是明廷青天监礼的那个洛花子 啊 魏宝山大吃一惊 一时难以相信 不过转念想了想 马伯通的推测也不是全没道理 蝶宫早就传回了消息 明朝青天监礼有个姓洛的奇人 神龙见首不见尾 很少露面 只知道人称洛花子 难道就是那个小和尚口中的洛军师 如果真是他 那国师府的那些天干玉卫肯定也在附近 这些人聚到这干什么 难道是 魏宝山倒吸了一口冷气 赶紧道 师叔 咱们赶紧赶路 是有八九世东京陵出事了 侯俊听得一头雾水 就问魏宝山到底是怎么回事 魏宝山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告诉侯俊 如果洛军师就是那个洛花子 在东京肯定是为了东京陵而来 前几日 皇宫内的索轮杆无故折断 肯定是有人动了龙脉 伤了龙气 既然是国师府的人到了 肯定是在破坏大金的龙脉风水 去得晚了 恐怕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情势紧急 魏宝山等人赶着马车 一路颠簸 终于在中午时分到了东京陵附近的山脚下 魏宝山驻足远眺杨鲁山 频频点头 这里是努尔哈赤最后择定的祖灵之地 风水之庙自然不在话下 山清水秀 翠林满山 山势绵绵不绝 气势磅礴 山的好坏与人的旺衰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所谓山明人勇 山暗人迷 山厚人匪 山寿人鸡 山长人高 山缩人低 山顺人孝 山逆人思 不同的山成不同的态 不同的山那不同的弃 富贵之山必有富贵之人 魏宝山看罢多时 用手指着左手边稍低一些的山头道 那里藏风俱气 其山势如元宝坠地葬在那里 后代俘虏无忧 也算是块风水宝地 就把陆大哥葬在那里吧 马伯通和侯俊点了点头 把陆坤的尸体放在一块车板上 抬着上山 到了山上 魏宝山抽出八卦金刚伞 测了测来龙去向 最后找到一块相对平整的空地 抬头向四周看了一圈 自言自语道 哎 陆大哥 咱们兄弟缘分实在是太薄了 匆匆两面就阴阳相隔 大哥舍命相救 宝山深感愧疚 此恩此德 无以为报 这处冲天飞蛾学 虽说称不上是上等级学 可是也足保你后代 福寿双全 衣食无忧了 侯俊在旁边听魏宝山念叨完 有些好奇 就问魏宝山 宝山哥 你给我说说 这里怎么个好法 我怎么看不出来 哪里好呢 魏宝山笑道 冲天飞蛾 中高旁低 蛾尺修长 你看中间那座相连的山峰 就如同鹅身 学前在鹅尾 越低越好 这里是最低点 可尽想极学之气 正所谓 飞蛾声下落平田 富贵荣华乐自然 万请良田先进人 而孙父贵福无眠 哦 这玩意儿还真有意思 别说 你这么一说 瞅着还真像之飞蛾 侯俊听着心仙 不住的择蛇 三个人赶紧动手挖坑 安葬完陆坤后 几人把马车扔下 骑马直奔东京陵 是某人的 瓶泥